我叫小野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 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在昨天的故事里我们说到向日葵的生日聚会上 植物们正七嘴八舌地给向日葵出旅行主意的时候 时空穿梭机又出现了 还把向日葵和西瓜投手也带到了埃及金字塔 他们首先遇到了探险家僵尸 然后是太阳神僵尸和法老僵尸 就在他们四面楚歌的时候 腾空出现了一个回旋镖射手 这个回旋镖射手能抵抗住一匹匹的僵尸吗 欢迎今天继续收听 植物大战僵尸武器秘密 故事系列 这是由金波爷爷创作的 怎么办 向日葵枯萎了 西瓜投手瘫倒了 只剩下回旋镖射手在独自支撑着 而探险家僵尸 太阳神僵尸 法老僵尸还在一劈劈地往上冲 回旋镖射手拼出最后的力气 对着僵尸发射一串串的飞镖 这一批僵尸倒下了 下一批僵尸又涌出来了 回旋镖射手开始呼唤着 能量斗像朵花 我们快去找到它 默默能量斗本领就变大 哒哒哒哒哒哒哒 回旋镖射手唱起来 向日葵和西瓜投手也开始跟着唱起来 他们的歌声引来了一片片叮叮当当的声音 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呢 但是这声音就给大家许多的鼓舞 向日葵站起来了 西瓜投手挺起了腰身 回旋镖射手左右扭动着身躯 他们向四周巡视着 要找到发出叮叮当当声音的地方 他们看见 墙角下摆放着一排排盛水的陶瓷罐 这悦耳的声音是从那里发抽的 他们又唱起来 能量斗像朵花 我们快去找到它 摸摸能量斗本领就变大 在他们的歌声里 那一个个陶瓷罐摇摆起来 像跳起了轻盈的舞蹈 陶瓷罐一面跳着 一面从里面蹦出一颗颗紫色光环的能量斗 能量斗像四面八方滚动着 向日葵捡起一颗把花盘贴上去 圆圆的花盘金光闪闪越来越大 从它的花盘里飘出了一个个圆圆的金太阳 数一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个金太阳挂在天上 西瓜头手捡起一颗能量斗 哇 它变成了西瓜炮 发射出多个西瓜 一个个都击中了僵尸 回旋标射手捡起一颗能量斗 回旋标射手变得更美更灵活了 像一朵盛开的花旋转着 向四周发射出无数的飞镖 僵尸一片一片地倒下来 它们终于击败了僵尸 向日葵提议 到尼罗河上游览 它们乘上了国王号游船 阳光和晴空倒映在水面上 不知道哪儿是天空 哪儿是河水 西瓜头手在游船的甲板上走来走去 看着河岸上的沙漠和咒语向后闪过 随后 他和向日葵并排 躺在躺椅上喝着果汁 晒着太阳 一个手握魔杖的人低着头走来 坐在了向日葵的旁边 不言不语 就从那一刻开始 向日葵开始感觉十分的困乏 他不住地眨着眼睛 眨着眨着 就闭上了眼 睡着了 西瓜头手俯下身来问他 向日葵 你不是睡着了吧 向日葵想回答他的问话 眼睛微微地张开了 可是他的目光有些灰暗 他的嘴唇轻轻地动了几下 就又睡着了 回旋标射手走来 他发现向日葵身体有些虚弱 而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低着头的人 一直偷偷地用贪婪的目光向他们窥探 不好 这是太阳神僵尸 回旋标射手紧绝地望着他 振奋起精神 大喊了一声 嘿 快醒醒 随着回旋标射手一声惊叫 西瓜头手马上投出了西瓜炮弹 太阳神僵尸在甲板上逃窜 眨眼功夫就不见了 就在这时候 游船靠岸了 哇 卡纳克神庙 这里有一根一根巨大的石柱 石柱上还刻满了精美的浮雕 回旋标射手像个导游一样激动地解说着 西瓜头手在石柱当中 穿来穿去 我怎么觉得就像走进迷宫一样啊 天渐渐地暗下来了 月光洒落在石柱间 投下了让人又惊又喜的影子 在光和影的幻觉当中 向日葵一眼就认出了僵尸 原来从金字塔出来之后 僵尸们一路跟踪着他们 西瓜头手看准了 不断地发射着西瓜炮弹 僵尸们用石柱做掩护 袭击着向日葵和他的朋友 向日葵喊道 我说我们得快点离开这儿 他们一面逃离卡纳克神庙 一面高呼 能量斗 能量斗像朵花 我们快去找到它 摸摸能量斗 本领就变大 他们来到广阔的沙漠地带 僵尸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 在植物们的呼声里 能量斗又出现了 向日葵飘出一个个圆圆的金太阳 西瓜头手变成了西瓜炮 回旋飘射手旋转着 向四周发射出无数的飞飘 在尼罗河畔的沙漠上 僵尸一片片地倒下了 游船继续行驶在尼罗河上 河岸上飘着欢呼声 和快乐的歌声 孩子们知道卡纳克神庙吗 这是古埃及最大的神庙 是古埃及法老和他的臣民们 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 是古埃及最崇拜的神灵 太阳神的住所 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尼罗河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之一 孕育了古埃及文明 是埃及的母亲河 尼罗河畔的穆乃伊 尼罗河上行驶的古船 使尼罗河充满了神秘色彩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你喜欢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